所以那些有意要破坏佛法的都是没有在佛法中种善根 反而是也许在提布达德那些种下的恶根了 那么因此之故佛在世的那些生文人 那是就是当时亲自闻到菩萨沙弥说法的 那是人道众生 亲自闻到佛说法 而且也真正发过菩提心 那个时候就发了菩提心了 可是后来忘掉了 后来忘是菩提心 忘掉了就承接生文了 又是做生文人 现在这里说脊椎将反 脊椎直说大法 将反要那些生文根性的人 回反到原来的大圣菩提大道的菩提心 要他恢复起来 不要忘掉过去在大通至圣佛那个时候发的心 已经旧院发心了 你为什么忘掉呀 现在我要你呀 恢复原来的菩提心 将反要他恢复 就是不要再在小圣佛法里面 只是小的求治疗了 要努力进修 要自行发他 要行菩提心 将来要究竟成佛 才是究竟目标了 穷子金额 穷子就是比方那个生文根性的人 那些生文人 他完全忘掉自己发过的菩提心 他自己觉得这个时候 他没有大圣的功德法财 所以叫做穷 为什么穷啊 世间人穷啊 因为没有钱啊 生活很苦恼 衣食住三长不足 所以叫做穷了 而这里所说的穷啊 不是世间法上的穷 是比作佛法上的穷 因为他没有大圣菩萨的功德法财 所以叫做穷 那么既然是穷 但是实际上他是佛子 接受过佛的教法 在佛的身边种下善根的 现在他忘掉过去发心 所以这个时候 硬是要他想到菩提心 他莫名其妙的 所以金额 那么突然之间听到大圣佛法 他害怕了 以他原来想要单求自立的那种心 不能相应 所以他害怕了 金 他不想是 不认识长者就是他的父亲 他不认识大圣佛法 他这个时候不能接受 他说恶 恶然 听到这个道理 恶然 莫名其妙 例如从前 有个老修行 有一位学佛的人来向他参访 来请他开示 长老看到他 他讲话慢吞吞的 他说你呀 你不是人哦 这个人他一定害怕了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难道我是出生吗 为什么说我不是人呢 他还吓了一跳 恶然了 那就惊恶 再听下去 他还有一句 你是菩萨哦 就好了 众三星 霸风吹不动啊 一吹就打动了 众三星就这样 你如果说他不是人 他吓坏了 说他是菩萨 他倒蛮高兴的 这也是个比方 我是比方中 再说比方 不过你不要被我的比方 迷住了 如果老师记住比方啊 道理没有办法体会 也不行的 那么他们因为忘掉 自己过去所发的大性 这个时候突然之间 用大法来叫化他 他就称怨大犯了 好冤枉啊 我都没有得罪你啊 你为什么抓我啊 称怨大犯 他听到大圣佛法里面说 生死就是涅槃 烦恼就是菩提 他听到害怕 他害怕 因为小生佛法里面 只能说苦啊 空啊 无常啊 无我呀 不敬啊 只能说这些法 哦 赶快断烦恼啊 表生死啊 入涅槃了 这个他能接受 你跟他说 烦恼即菩提 生死即涅槃 他不能接受 所以他称怨大犯 他听到 他只知道说 烦恼就是烦恼 一定要断掉 烦恼就是他的冤家 啊 生死是最苦的 现在 华言会上说的大法 说烦恼即菩提 生死即涅槃 他听到这个道理啊 他不能接受 啊 就说烦恼即菩提 他就大话 称怨云亡了 烦恼即菩提 烦恼应当断的嘛 为什么就是菩提啊 好冤枉啊 假玩 哦 害怕了 你刚才说 生死即涅槃 他大话 生苦痛 生死最苦痛的事情嘛 你怎么能说 生死就是涅槃啊 生死很苦痛的啊 涅槃很快乐的啊 怎么可以以苦为乐啊 听到这个话 他就是生怨 大话 等着 是包含说 我不相犯 何为见着 我没有犯到你嘛 你为什么要抓我呀 他的法意啊 就是说 我并没有求大圣佛法呀 我不求大圣佛法呀 那你为什么用大法来教化我呀 这个比方啊 实际上华言会上 并没有这回事 这只是四大尊者呀 显示他灵解的情况 在华言会上 本来是没有声闻 如果有的话 一定是这个情况 这是 虚佛地当四位尊者 他自己想象出来的 你不要硬性的 把这个文字对照华言经 华言经你们没有这回事嘛 那你天台中在造谣啊 有人就喜欢说这个话 他喜欢把这些问题啊 就一直把它用文字来对照 他没有想到 一文解义啊 三世佛愿 一文解义 你一定要按照文字去推 推敲 一直要按照文字去转 那三世佛的冤家 三世佛愿 但是也不能离开佛文字啊 所以接下去有两句话说 离经一字啊 变通谋说 如果你说法 离开经文所说的含义 那你所说的是谋法 不是佛法 说法 不能死板的死在文字上 但也不能超出这个文字里面 所有的含义的道理 所以他这一段文字 是四大尊者说的 魔佛家是须佛提登说的 并不是智者大师讲的 须佛提他们说这个话 他也是一个假定 一个假定 假定华言会上 当时如果他们在做的话 可能就这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华言经七处九会 八十卷的华言经 三十九品当中啊 前面三十八品都没有声闻 只有到了第三十九品 在社会国 其中解雇度员说的 那个时候才有声闻 但是都是不见不闻 不见不闻 那么这个不见不闻的情况啊 在第三十九品 入法界评说的很清楚 所以下面就说 此临合一 上面这个比方是表示 临结什么意义啊 诸圣文在做 如隆若牙 等临 等事严 这是表示 声闻人在华言会上的法座啊 他有耳朵 听不到大圣佛法 好像笼子 笼子就听不见了 哦 笼笼 就听不到大圣佛法 落牙 为什么要落牙呢 因为他没有法座 看不到佛的报身佛 他见不到报身呢 就没有办法赞叹 不能赞叹就好像哑巴 他不能赞叹大圣佛法的 报身佛的这个俗胜庄严 不能赞叹 所以叫做牙 比方就像哑巴一样 这就是表示啊 这些声闻人 如果在华言会上 必定是不见不闻 如果有见闻的话 也如隆若牙 见不到法身 所以他只能见到 藏六的烈印生的比丘相 他见不到千藏如生 见不到这个藏成像好的 这个报身佛 所以如隆若牙也 那么这是根据 法伐经的信节评里面 所说的这个次第的比方啊 穷子的比喻啊 来加以说明啊 到这里为止 就是引证说完了 也就是顿教啊 这个话语世教里面的顿教说完了 下面是第二建教 第二建教以下呀 比上面的顿教好听了 比上面好听了 里面有好多是 有些这个当时的典故啊 故事啊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明啊 因为前面讲了 这么一很长的时间了 大家都是听了这些 比较深的 不容易体悟的 现在这个以下建教啊 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初级学习的人呢 容易听得懂的 后文呢 有潜有深 不像前文比较深的多 我也是尽量往前处讲 所以我讲的呀 并没有到这个最深奥的这个境界 如果真正要讲啊 不是这样讲 这完全是为了这个我们初学的人 让初学的人第一步入门 能够稍微有一点理解 但如果进一步要研究啊 道理很多 只好慢慢来研究了 那么顿教讲完 建教啊 下次再讲下课 《羊�iencia舞优彈》 《羊笙思想》 到兵笙fen 有线一张 正面 了 非常的 隔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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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化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聚花月 阿弥陀佛修胜功德日 善恶行乘一百万兆倍 慈悲置业高雄丰会 宗山书方 梁黄宝颤圆满日 祭蒙山诗时 恭请赞山法师 赞将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 6月4日星期日 时间 上午9点 地点 高雄分会 宗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三厄路 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专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至夜 花莲分会 端午佳节前夕 起见大佛顶手 嫩言三昧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 6月16 17 恭送大佛顶手 嫩言经 6月18 礼拜 三昧水灿 肖斋 超建 点灯 供水 腰供 护身 即甘露 失时 时间每日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童瞻法意 共募佛恩 桃园佛教联社 为让佛法广布于世间 自5月20日至5月27日 连续8天 举办一延串接力式的系列活动 以善的力量 保称万人遇佛无遮盛会 执福聚宝 祈福建奏 凝聚善力 恭贺佛诞为起跑点 于桃园市政府广场盛大举行 当日会场涌入上万人 热闹非凡大众 更不分教派 成佛愿力 共同攜手凝聚善力量 主办桃园佛教联社 主持明爱法师 首先代表致辞 感恩各界与会嘉宾 珠山长老们的丽玲 并特别感谢桃园市政府 全力协助此次活动 在座的珠山长老 长老林 各位长官 以及我们桃园市各大公庙 负责人代表人 以及我们各个工作团队 大家今天来到我们 桃园市政府群广场 我们一起来成就这个善缘 首先代表桃园佛教联社 对我们各位的协助 十万分的感谢 在这次的活动 我要非常特别谢谢我们桃园市政府 全力的来协助 来辅导着 让我们这次的活动 能够非常非常顺利的筹备来完成 我们再次以温暖的掌声 谢谢我们桃园市 我们的民政群这边 给我们全力的一个指导 适逢佛教联社 创建至今70周年纪念 此次善的力量 祈福建走活动 集聚众人的力量 来庆祝更具意义 我们桃园佛教联社 从民国39年 创建到现在 今年正好是70年 这就是大家的力量 来庆祝桃园佛教联社 开山70周年的伎念 一族公帝来活动 过去 真正胜着过 我们桃园联社 也曾经提拔过 我的种种的善缘 让他们能够 借此光荣 能够领域上升 成就这个善的力量 是我抱着学习的心 来感恩 示忠恩 然后能够下 祭三如苦 让一切众生 都因佛光普照 俗功普照 心安定 功名普照 生理肥 我们大家就会来 祈福建走 今天天气真好 真正正两天 风来丢 有来孙 国太平安 风丢有孙 真好 真好 桃园市长张善政 百忙中 道场 加冕 佛教联社的善举之外 更承诺了 未来将会继续的来支持 桃园有这么样一个 这么优质的一个佛教联社 在桃园帮助我们 第一 做很多我们公益性的活动 刚才讲到什么 油压碱等等的 都是我们佛教联社 最近捐出来的 重要的这些救灾物品 第二 像今天这个活动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透过我们佛教联社 还有号召我们桃园主要的宫庙 大家不分什么拜什么神 大家其实都是一家人 刚刚我们明海法师讲的 一家人 透过今天这个祈福 见走 希望能够凝聚我们大家的念力 能够把我们大家在行走过程里面 所发的善念 能够聚集起来 让我们桃园 让我们台湾 就此能够挥别我们的疫情 然后呢 大家也趁这次的见走 能够走出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 所以我真的真的很感恩 我们的佛教联社 这么多年来 在桃园这个地方的贡献 还有今天这个活动 能够一方面 让我们祈福 希望能够挥别疫情 二则 让大家的身体越走越健康 我在这边怀着感恩的心 要跟我们明海法师报告 说如果说来年还有类似的活动 我们市政府绝对会秉持 今年的做法 一样的支持 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竟要大和尚 受邀出席之外 来自全省各地 寺院住持 法师门云来集 以及陈蒙各界长官 护法善性 纷纷热烈到场支持 让大家同样以善的心 创造善的境 让我们这个国家更祥和 能够四大安和 能够疫情止息 让人民能够健康喜乐 平安吉祥 我想这也才是 我们最大的心愿之所在 活动中除了安排各项精彩的表演 特别的是由明海法师 为这次举办的万人祈福大会主题曲 善的力量宝称进行曲填词 由黄明伟老师填曲 并邀请歌手乔佑来演唱 将聚聚佛法化为 音符教化众生与祝道 并为这次的剑走加油打气 佛教联社 法王出巡 护法龙天四驾来临 前岛车 佛座车 太子御佛车 每一车都庄严隆重 庄严祖更五色争光 全省所有各大寺庙 宫庙 法师 善男信女们 大家一起来相应庄严盛会 与佛同行入世行善 大队到达百年历史的景福宫时 全体法师进入景福宫殿内 礼拜观音佛祖与正殿主神开张圣王 感谢景福宫管理委员会 尽心安排与重结善缘 而连设七班班长 也将代表领航祝殿供养 拜 礼程 培伏的墓地 行走托化募捐 将所得的款项 皆捐赠给桃园市政府消防局 并补足部族的款项 捐赠一台灾情勘察车 两台电动油压检 供消防局在救灾时能够无往不利 解救苦难的众生 捐赠一事由桃园王明俊副市长代表受证 活动最终战 全体将回到桃园佛教联社 进行万人花语曼陀罗与佛法会 大众在遇佛身的同时 实则进化 有名声我名心 洗涤我们内在身心的污秽 可以让我们身心能得到 洁净欲清安 借由佛教的托波精神 欲佛法会 共争菩提之良 祈愿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万人同行 齐心花愿为义后台湾 桃园市祈福祝导 生命电视桃园采访报道 陀罗尼是梵语 意思为总词 也就是对佛法能一词不忘 善家思维与实践 且有意陀罗尼 能得知无浪陀罗尼 因此称总词 又因为具陀罗尼者 即能掌持善法 能遮除恶法 因此又称为能词 能遮 陀罗尼分为四类 一法陀罗尼 对佛的教法 闻持不忘 有称为闻陀罗尼 二 意陀罗尼 对诸法的意理 总持不失 三 咒陀罗尼 菩萨因禅定之力 而以咒为相应众生 除种种灾患 四 忍陀罗尼 菩萨凭着真实的智慧 不随世间价值而转 能按住法的实相 而不忘失 在无量义经中说 以陀罗尼 无碍变才 请佛转法轮 随顺能转 菩萨因具足以上 四种陀罗尼 因而变才无碍 在面对心性各异的众生时 能契合法义 而应激说法 是杜咒时的善妙方便 互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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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